1901年 这批摩根的一笔交易 开启了企业成长的另一条道路 一百多年来 他的一次次演绎 造就了一个个企业巨头 他的一次次机具改写着世界经济的版图 他用市场的力量冲破经济的地理边界 他常常被无情的障碍阻挡 却是经济全球化 不懈的推动力 这里是寸土寸金的曼哈顿 在这个被称为投资者乐园的岛屿上 蕴含着巨大的地产商机 能够成功收购曼哈顿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洛克菲勒中心大厦 是无数地产商的梦想 然而 在二十多年前 它成为了日本三菱地产的恶梦 法国汤姆逊公司 这家融入了发明家艾迪生血统的电系公司 多年占据着全球彩电行业的领先位置 当中国的TCL公司 完成了对汤姆逊的并购后 这个爱在巴黎的故事 最终将结出怎样的果实呢 跨国并购不仅带来的是完美的结合 还有很多笑容过后 体位到的苦涩 清晨 纽约开始了一天的喧嚣 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涌向曼哈顿的高楼大厦 然而 洛克菲勒中心迎来的却是更多的游客 布拉德是洛克菲勒中心专制导游 他每天的工作 就是为重要的VIP游客 讲述这座建筑所发生的故事 洛克菲勒中心不仅是历史地标 即使在今天 他也是纽约房价最高的商业中心之一 洛克菲勒中心的建造者 是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 上世纪三十年代 这个家族投资1.2亿美元 用了五万名工人和十年时间 把这里建成一座占地22英亩 拥有19栋高楼的V型城市 今天的洛克菲勒中心 已经成为纽约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每天到这里参观的游客超过十万人 其实 这个历史地标建筑 不仅吸引着全世界游客的目光 即便是长期在纽约工作生活的人 也希望能够时常感受到它散发出来的雄伟气势 洛克菲勒中心 代表了美国的财富精神 在许多人看来 能够感受它的魅力 就已经十分难得 拥有它更是一个难以奇迹的奢望 然而 有一家日本企业 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 1989年 三菱地产用13.7亿美元 从洛克菲勒家族手中 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 为什么他就能得到这份难得的幸运呢 安静孝之 28年的记者生涯 就从房地产报到起步 他对三菱地产 这家老牌房地产公司 十分熟悉 三菱地产 今もそうですけどね 丸の内の公屋と言われていました 丸の内というのは これは三菱地产のホームページから撮ってますけども 東京駅がここにありまして その向かいが丸の内です 東京の中心です そこにですね この赤い印があるのが 三菱地产が持っているビルです ですから東京駅のど真ん中 こちらが公居 パレスですね その間の地区にですね こんなにたくさんビルを持っていて 非常に安定的な収益基盤がある不動産会社なんです 安静孝之提到的丸内 是东京的高档商业区 也是三菱地产的大本营 1985年開始 丸内 東京 乃至整个日本的土地 身价突然暴漲 仅仅两年時間 日本房地产市值增長了476万亿日元 甚至超过日本一年的国内生産組織 その89年当時 日本の中でどういう言われ方をしていたかというと その山手線の内側の土地の価格で アメリカの国土を全部変えると 这是当年专门针对日本投資者的 美国房地产推介会 日本三菱地产成功收購洛格菲勒中心後 将它的歷史風貌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甚至包括了大厦下面的溜冰場 私事的三菱地产 并没有察觉到 其实整个洛格菲勒中心 已经是漂浮在即将断裂的冰面上 2004年12月28日 TCL掌门人李东升 走上了一个闪亮的舞台 这位中国彩电野的凌军人物 因为一起跨国并购 成为这一年 国内各大媒体的焦点 五年了 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 都能在这个金色的大厅里 见到李先生 当我们吃螃蟹的时候 总是会非常赞赏 第一个吃螃蟹人的勇气 我们这一代人要勇于去实践 我们要不怕失败 我们要成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04年 李东升完成了TCL 与汤姆逊的跨国并购 汤姆逊公司 这家百年老店 是法国最大的国有企业 曾经多年占据着 全球裁电业霸主位置 他旗下拥有汤姆逊 和RCA两大国际品牌 而RCA的创立者 正是赫赫有名的发明大王 托马斯·艾迪生 能够与这样的国际巨头联手 TCL将得到什么样的机会呢 当时我们是中国国内最大的彩电企业 但我们的业务主要是集中在 中国和新兴国家市场 而汤姆逊的彩电业务 主要是集中在欧洲和北美 市场有很强的互补 而且呢我们并购汤姆逊之后 从数量上来讲 我们就已经是进入全球领先 大概能在前三名吧 其实汤姆逊打动精明的李东升 仅仅靠市场和规模优势 还并不足够 那么是什么 让李东升最终做出了并购的决定 DLP was a way like I told you before to do big screens with the light because CRT was the bigger screen but you have no light the picture was dark with the DLP if you are bigger or smaller you have always eye light 这就是汤姆逊 花了上千万美元开发出的 数字光线电视 就是他深深地打动了李东升 而当时我们在03年 讨论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更关注 是PDP是不是会取代 这个显像管的这个技术 而我们认为汤姆逊当时 比较有优势的DLP 这一种威胁 背头的技术 可能比PDP更加有竞争力 一旦这样的判断成立 这项技术带来的市场 将无法估量 汤姆逊展示给李东升的 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未来 我们评估之后 觉得汤姆逊业务 对我们还是很有价值 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 能够建立一个全球的产业结构 建立一个全球的 这个品牌和市场的渠道 另外能够提升我们的技术力量 当时是基于这个判断 做的并购决策 2004年1月29日 TCL和汤姆逊走到了一起 合资组建TCL汤姆逊电子有限公司 这家简称为TTE的公司 在全球拥有十家工厂 五个研发中心 两万九千名雇员 TCL也由此一跃成为 全球最大的彩电企业 中国企业第一次 在一个主流行业 成为世界第一 可完成了联姻 幸福是否就会接踵而来 打开了世界的大门 TCL又将付出多少成长的代价 全球每年发生的跨国并购 数以十万计 每一起并购背后 都蕴藏着一个个充满希望的梦想 可是这些梦想究竟能不能实现 却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前心研究日本经济多年的财部成衣发现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的 日本企业海外并购潮中 到处充斥着乐观的动机 往上世纪总统能不足 当时在这样的氛围中,三菱地产下定了购买洛克菲勒中心的决心。 高木茂当时是公司财务负责人,对三菱地产及一切的出手,他有深刻体会。 登上洛克菲勒中心二百五十多米高的平台,曼哈顿风光尽收眼底。 洛克菲勒中心的市场地位也理应如同他的高度一样,成为全球最顶尖的商业地产,成为美国房地产的领袍者。 三菱地产究竟能不能看到这一幕呢? 我认为是在日本上的一家里面,所以我认为是在日本上的一家里面,我认为是在海外上的一家里面。 我的认为是在洛克菲勒中心里面还隐藏着一个秘密。 1985年,洛克菲勒中心曾经为两家房地产公司出面担保融资13亿美元,并购后,这个秘密成为三菱地产一个沉重负担。 比巨额债务更直接的打击来自美国房地产市场,低迷的美国经济,让曼哈顿的房租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 实际租金水平只有三菱地产原先预计的一半。 这是一份1995年三菱地产的内部报告。 这份报告估算,五年后,洛克菲勒中心将出现3.62亿美元亏损。 美国是先进入爆炉。 日本是爆炉的经济进入,美国是慢慢爆炉的经济经济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洛克菲勒中心市场购买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洛克菲勒中心市场购买的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的经济经济继续悪化了。 压垮三菱地产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极具升值的日元。 1989年到1995年,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了一倍。 三菱地产沉淀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巨额美元资产, 无形中消减了。 三菱地产自体も赤字になりました。 あの時はロックフェラーセンターの投資の損が大きくなってですね、 それを本体でも処理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くなって、 結果的に三菱地产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収益安定した会社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ロックフェラーセンターの赤字を抱えたこと、 結果として本体の決算も赤字に初めて落ち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夕阳西下、洛克菲勒中心的影子投射在紐约最繁华的大道上。 当时光回到1996年、 同样的影子在三菱地产的眼中也许是一道难以挥去的阴影。 也就在这一年、三菱地产作出決定、 放弃洛克菲勒中心为期100年的经营合同、 以3.08億美元的价格、 达上8億美元债务、 将它迈回给洛克菲勒集团。 整个并購損失1500億日元、 以当时回率計算超过10億美元。 爆弹破了、 达上9倍で落ちてきますからね、 辞書の業績が。 本体が100年もたないとしたら、 100年の刑なんて言ってたら、 トムツブレですよ。 跨国并購的失敗率高达70%、 几乎是風險最高的商业活動。 在跨国并購的历史中, 有许多马师前提的先例。 德国戴姆勒奔驰汽车, 收购美国克莱斯勒, 来自中国台湾的明基, 收购德国西门子手机业务。 宝马并購英国罗夫汽车, 这些当初被看好的强强联手, 最终却都演变成了损失巨大的惨败。 哈佛大学的赫纳教授 长期跟踪跨国并購。 从一个个案例中, 他看到并購风险几乎无处不在。 So the general success rate is not high, and then I think it becomes even lower for cross-border M&A. Why is it harder? Because even if you want it to be transparent, there are cultural and language barriers, there are differences of accounting statements, there are differences of conventions, and a long list of possibilities that differ across countries。 哈佛大学的另一端, 一座铜像已经在这里处立了130年。 他就是这所著名学府的第一位捐助人, 约翰·哈佛。 在当地有一个传说, 抚摸他的左脚就能带来好运。 久而久之, 人们把哈佛的这只脚摸得正亮。 无论男女老少, 人人都在期盼幸运, 但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就此迎来好运。 跨国并购, 同样如此。 2005年的一天, 这里迎来了TCL的董事长李东升。 这位2004年的经济风云人物, 在接到一个电话后, 变得焦躁起来。 放下电话, 他的情绪突然爆发, 将手中的餐具愤怒地摔在了地上。 电话那头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2005年的话, 我们并购之后的第二年, 经历了很大的亏损。 当时我自己啊, 这个情绪都有点低落。 那个神秘的电话来自法国。 李东升得知, TCL并购的汤姆逊出现巨额亏损, 付出的成本相当于公司四年的利润。 2005年, TCL与汤姆逊彩电业务的合并刚刚完成, 传统彩电在欧洲商场里就突然卖不动了。 其实就在李东升, 飞复欧洲与汤姆逊进行并购谈判的时候, 距离中国不远的地方掀起了彩电一场改朝换代的变革。 日韩企业主导开发的液晶平板电视, 让汤姆逊的彩电技术迅速变成了昨日黄花。 惊喜和惊喜, 我们变成了电话, 这就是一个大挑战。 我能告诉你, 我们有时候很怕, 掌控并购大局的李东升, 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和技术转型, 同样没有充分准备。 营业仅仅八个月, 新成立的TTE公司就亏损1.4亿元人民币。 作为一个中国企业 无论你事先做多少的调研 做多少的准备工作 你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能那么快的能够把一个国外的这种企业组织 能够管理好 这是非常不容易 洛克菲勒中心是纽约的象征 汤姆逊是全球彩电巨头 三菱地产和TCL能买下他们应该是幸运的机会 可为什么并购之后 他们却遭遇巨大损失呢 competitive bidding and the company that actually wins is the worst off and we call it the winner's curse because the reason you won is that you were the most aggressive and over optimistic and you forgot about the rational side of things and you overpaid for the assets the important point of this is that knowledge is often very local foreign investors often don't know as much about the true value of the asset the problems and therefore there's a little bit of a tendency sometimes to overpay 并购汤姆逊的挫折 一直伴随着TCL 一次次阵痛和艰难重组 一次次衰大和厉烈 这期间TCL集团的亏损额累计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为了走出跨国并购带来的经营困境 TCL用了整整六年时间 不要太过被机会所左右 放弃机会比做错事情可能更好一点 不能过分的自信和乐观 TCL集团又迎来了新一批员工 他们代表了TCL的未来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李东升总是把把握时代 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祝贵女人 战队 战士 起飞 踏上职业的新历程 作为十年商业领袖 以最二级华国支掌 李东升的关键姿势 矮折不回 2009年12月23日 李东升再次登上了他曾经熟悉的舞台 当他走过了跨国并购的风风雨雨之后 李东升迎来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在地球另一端 洛克菲勒中心迎来了第一缕阳光 这座建筑不会老去 跨国并购也不会停止 人类总是带着幻想和希望走向未来 跨国并购也是一场场对商业世界的探险 只要美丽的机遇存在 资本依然会卖开自己的脚步 百分之七十的并购没有实现期望的商业价值 而其中百分之七十失败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 为什么文化差异会成为跨国并购之路上最大的阻隔 敬请收看跨国并购第三期两种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